好了,我们现在用罗马书12章一至三节 这里所说的经文说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气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来去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所谓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 我评用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 看得和护重到 这个经文,我们现在解释这个经文 保罗对弟兄们,也包括姐妹们说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这是 这个是动力,是不是 动力就是神的慈悲 神这么大的恩典 这么大的怜悯 所以这个是恩典 劝你们 将身体线上 这是恩典还是律法 这是恩典 或者是律法 律法 因为是我们做的 当做活祭 也是律法 是圣洁的 是律法还是恩典 是什么 律法 也是律法 是神所喜悦的 是律法还是恩典 恩典 就是说 我们将身体线上的时候 就是当做活祭 就是这个祭物 不是死的祭物 而是继续生存的 这个祭物 当我们线上身体的时候 是圣洁的 是分别为圣 献给主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就是说 告诉我们神喜悦 我们将身体线上 这个也告诉我们 每一次 我们将身体线上 身体线上 线上的动作 是一次 还是多次的 你昨天线上 是不是一次就永远都线上呢 是的 因为明天有明天的试探 明天我们就在线上 为什么呢 有人线上自己 我要真的 西方神 然后明天有人骂他 他就觉得很累了 哎呀 没有动力了 不能了 这个就影响了 所以再一次 再将身体线上 其实这个是继续做的 不停地将自己生命线上 这个 这种思想是什么了 你说 你想到这些意念 我想不到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们 想这个反面 想这个困难 每样正面的东西 都有反面的 这是活计 首先将身体线上 相反是什么 这是身体献给罪 跟从罪 没有被神掌管 也是有基督徒 去被罪掌管的 不是被神掌管的 当着活计去 活着的 有神的生命的 有神的生命 神的动力 有先是这样的 他线上的 几乎去半死的 为什么呢 他的力量不多 亲近神不多 他将自己线上 但因为他被情绪影响 被人影响 被罪影响 所以这个几乎去 半活半死的 所以这个几乎 作用不大 去圣洁的 这个去分别为圣 神所喜悦的 我们就说 感谢神 原来每一切 献上生命 都是圣洁的 都是 这个都是 分别为圣 献给主的 也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 就帮助我们相信 原来我们 这样被凉水 神喜悦 这样身体献上 也是神喜悦的 也想一想 这个身体献上 是不是遗弃过的 是不是 是怎样献上 有一天 神喜悦 我们献上 第二天 是不是 神要喜悦呢 有些小人 一天喜悦 献上 第二天 烦恼 就没有献上了 就 担心 忧虑了 放弃了 软弱了 懒惰了 所以这个是 继续的动作 每一次我们献上 每一次说 神啊 我愿意 现在 继续很多时候 就是小的 决定小的动作 神说 你去 帮助他 我们就 不应 这个就是 将身体献上 或者神说 你放下 你的罪 你放下 你的怒气 你摇出他 你愿意 你就去 将身体献上 神啊 我现在 顺服你 这个时候 就去 再一次 重复的 将身体献上 当然 我们可以有 一次过了 说神啊 以后我都献上 但很多人都发觉 一次过了 献上 之后 还是 很多 软弱 很多 有放弃的 意念的 所以这个需要 继续的 献上 但我们有 这个委身 说神啊 我的 我的 医生 都现在 都献给你 我愿意 跟从你 求你 保守我 好了 我们 如许侍奉 乃是 理所 当然的 这个是 恩典 还是 律法 是应该的 应该 是什么 理所 当然 就是 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是什么 律法 应该做的 应该 线上 自己 应该做 所以是律法 恩典 永远是神为我们做的 神喜悦 所以是恩典 好的 然后 不要效法 这个世界 是恩典 还是律法 律法 这个 因为世界 会给我们 很多负面的影响 不要 效法 这个世界 是一次过 还是多次的 多次的 因为 很多 吸引的 你看到 这个 手机上的 游戏啊 看到这些 影片啊 或者是 你看 看到一个 美女 美男啊 就可能 有这些意念 就可以马上 被吸引了 我想 说一说 因为我们 的新闻 都看到 这些事情 有八十多岁的 女性 在网上 被人 用 恋爱 欺骗 八十多岁 为什么 会被欺骗呢 因为 他说 我听到 你的声音 我真的 哇 听到 这很舒服了 你真的 非常可爱 有没有 人对 你这样 说 这个 婦人 就说 我一生 都没有 人对 我这样 说 就是老公 也没有 这样 说 但这个 在网上 人对 我说 哇 我听到 你的声音 我觉得 你很 游和 你很有 安心 然后 这个 在网上 人 就说 我现在 有些经济的困难 我很难 我想找你 但我现在 没有钱 你可不 给我钱 我就飞来找你 好不好 这是这样 骗他的钱 一次 一次的 这是说什么 人 可以叫 很多手 突然 染若 如果 某一天 有一个 对你说 啊 我看到 你很 喜欢 我真的 看到你 我就 觉得你是 最美好的 对象 如果 我以前 认识 你就好了 我以前 认识 你就怕 我必定 娶你了 但现在 我们还是 可以 我 见到 你就 喜欢 你了 就是 随时 都可以 吸引 或者是 其他的 吸引 有些时候 他没有 说出来 但每次 看到你 都在 很开心 的笑 你就 被吸引了 就是这些吸引 都可以随时发生的 所以我们需要真的 处理我们的生命 好了 只要 心意 更新 而变化 这个是律法 还是恩典 可以放党 说到 律法 或者是恩典 是的 我们改变 是律法 但谁改变 我们 神 所以也可以 是恩典 这句话 两方面的 一方面 我们愿意 被神改变 我们听到 神的话 我们祷告 神感动 我们 我们愿意改变 但神感动 是他的恩典 他感动 我们改变 他激励 我们改变 然后 叫我们查验 神的善良 善良 成全 神全可喜悦的 旨意 其实很多动作 都可以说 这个能力来源 还是神 恩典 将身体现上 也是神感动我们 给我们力量 是神感动我们 去将身体现上 所以每个动作 都 我们正宗神 都是有神的恩典 在里面的 然后 查验神的旨意 这个是善良 还是 这是恩典 还是律法 你说什么 你说是律法 有人说是恩典 神安排 举意 是恩典 还是律法 是恩典 神预备的 我们进入神的计划 是恩典 还是律法 律法 只有两方面 神安排这个 计划 我想问你 这个查验神的旨意 这个旨意 分辨到这个旨意 是我们预备的计划 还是神预备的计划 是神预备的 所以我们去分辨 神这个善良的 美好的 善良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邪恶的 这是祝福人的 美好的 美好的 帮助人的 成全 原本是完全的 没有杀次的 所以我们的道路 可以是越来越完美 虽然我们有不完美 但神具备的是完美的 我们感谢神 神具备 你们这里学习 是完美的计划 我们进入这个计划 我们生命就可以进入 越来越完美的道路 可喜悦 是谁喜悦 神喜悦 有没有人的喜悦呢 也有啊 所以这个可以去包括 所以每个 每个 习语 在圣经里面 每个习语 我告诉你 我自己需要两个 续经神学的 硕士学会 我两个 神学院的 硕士学会 都是续经 解释圣经 在堂上 我们开始的时候 老师就拿出 原文的圣经 不准拿 其他语言的圣经 就每个字 每个字去读 所以我就这个习惯 每个字 每个字去分析 这个习惯帮助我 以后都是这样 留意圣经里面 每一句话 神喜悦 就是说 我们怎样 尊重神 都是神喜悦的 也是原喜悦的 因为 你会发觉 今日这个计划 非常美好 非常美好的计划 好了 我想问你 查验 是不是代表 进入这个计划呢 查验这个计划 是不是 已经进入了 查验什么意思 查看 查看 检验 查看和检验 检验 检验 好的 分辨 分辨 你能够分辨 看到这是神的计划 是不是代表 你已经进入这个计划 不代表 你分辨到了 原来 我愿意帮助人 是神的旨意 我就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 是不是 我分辨到了 神为我预备 去侍奉神 我分辨到了 我们就开始 其实这个计划 是一次过 进入 还是不停的进入呢 不停的 因为你侍奉神 你一天侍奉神 明天 我们还侍奉神 还有其他的拦阻 我们再需要 再进入这个计划 再保持这个计划 那我想问你 查验呢 怎样 进入这个计域 高度的计议 查验是不是代表 进入高度的计议了 神的计议 有没有高度的计议 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人物 有没有看到 他们每一个 线上生命 是有程度的 有没有看到 圣经里面的人物 有些尾声 很投入的 有些尾声 但同时也有犯罪的 有没有啊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进入 这个计划 其实每个不同的程度 越进入这个程度 如果大卫没有犯奸淫 没有杀人 他的生命会是怎么样啊 是更美好 是不是 如果 如果所罗门 没有找这些 这么多的 费币 外国来的 是不是他的生命更好啊 我们就看到 这些人 很多时候 进入神的计划 但没有完全的进入 那我们 这个是 额外的思想 整个进入 高度的 旨意 进入这个 旨意的中心 就好像我们 射 剑 射这个 法子 不需要去 射到这个旁边 而是射到这个 红心 进入最高度的 旨意 我想问你一下 如果你进入 这个红心 这个计划的红心 你的生命 会是怎么样 那现在你 领受了这个教导 这个神属性 神性情 讲道法 整天可以看到 神的美丽 可以 帮助人 知道神的美丽 你也可以 活着神的美丽 你的生命 是不是 现在就可以开始 进入高度的层次 是不是可以啊 如果你真的努力 好像老师这样 他说他 常常 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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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写的 再读 再读 然后应用出来 就能够进入这个计划 更高的层次了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进入这个高度的层次 你可以变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发光 发亮 发亮 是的 你可以进入 好像 这个我去比喻啊 你就变为 热目细地 这是 这是形容 这个 不是说你要 好像我一样 但你会 这是 越来越 进步了 真的很享受神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我来到操练的时候 有一个人出来 分享 啊 耶稣这么肥啊 我整天都享受神 所以我 看到什么经文 都看到神的美善的周围 我就说 这个人 真的 真的 进步很快啊 如果有一天老师 是这样 哇 这么厉害啊 这个是不是要付出代价 进入这个计划 就是不停地向身体线上 不停地不被世界影响 不停地心意更新改变 被神改变 然后就越来越提升了 这个心意改变是怎么样了 以前是觉得 啊 随意做人就可以了 不需要这么紧张 有些人是觉得是紧张 你觉得我紧张吗 就很轻松啊 所以投入 进入神的高度的计划 可以很轻松的 因为神的恶是容易的 他的当局是听神的 很多误会 以为伪胜是很困难 很绑身 你们有没有这个词啊 很捆绑 就是 哇 没有时间啊 什么都不能做了 这是完全了 这是做神的事情 其实当你在神的奇妙的计划 是非常美好 我也求神帮助我 进入更高度的指引 其实我会这样说的 因为神的指引这么美好 这么层次这么高 我们不会有一天 已经去到这个最高最高的层次的 你不会去到这个层次神说 你已经去完美了 你已经去到最高最高的层次了 但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 所以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 感谢神 这是这个指引的美好 我去发掘这个指引的美好 可以进入更高度更高度 进入这个高度 需不需要付出代价 需要 不停地将身体线上 不要想法这个世界 心意被神更新改变 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非常高度的层次了 你要保罗说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也许 神给我的恩 也许凭着神的恩 所以这里说 他两句 第一句说 我以神的慈悲欠你们 这句说 我凭着神给我的恩 对你们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叫着神所分给 个人信心的大扫 看得可护重大 这个第三节跟上面有什么关系了 是另外一个意念 还是上面的意念 其实可以连在一起的 有没有想一想 怎样连在一起 你说 请说 更近身一步 更新 更近一步 跟上面的什么意思了 那是慈悲欠嘛 现在是恩典 靠着神的恩典 靠着神的恩典 是的 但我说后面的部分 跟上面的有什么关系 这个第三节 跟上面的关系呢 跟上面的关系是一个 是女人静静的关系 对吧 没有 这样问 神是静静的一步 一步的 这不安 我都没听见 好的 好的 非常好 非常好 这是这样 这是我们不要以为 我已经进入神的计划了 要照着神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扫 当你真的有信心 相信 神的道路最好 神最美善 神必定帮助 我可以被提升的 虽然 你们回去 你们的地方 可能你们的同工说 你还是差不多啊 可能他会看你 你永远不会 很高度的提升的 你现在不要以为你学了很多啊 可能他们这样看 但 你是不是要被他们这样影响啊 不需要 你有信心 我的生命可以提升 我可以 和 和 和 互重大 真的说 啊 我现在真的将生命在线上 真的不在效法这个世界 进步 然后心意被神更新 也寻找神的举意 我怎样 更有效的帮助我帮助的小孩子 更有效的帮助我帮助的教育 更有效的影响别人 更有效的活出神的旨意 我就能够 生命 很乱 就是觉得神的计划 太 酷教 酷教 是不是 酷教 太酷教了 没有兴趣的 啊 你们这些传道人 你们这些律奉人 啊 整天都是圣经 整天都是传道 太 酷教了 我 我 我更享受啊 我跟 我做的 我很享受 他们以为他们的计划更好 他们追求的 这个是 原以为他们的计划很好 所以 甚至有些基督徒 他对我说 请你为我的 儿女 祷告 求神为他们 预备这个配偶 我就问他 他是不是基督徒啊 他说不是 我说 为什么你关心他 结婚过于 关心他信耶稣啊 你叫我 为了祷告 叫他 找到对象 如果他没有信耶稣 找到对象 必须是 未信耶稣的 他就不会 跟谁 这个就是有些 他们的信义 是基督徒 他们参加教会 他们是参与教会的 但他们还是看中 世界上的事情 没有看到神的旨意 很多人是这样 预备他们的生命的 我的生命要 读书好 做工好 结婚 生儿女 买物质 买车子 这样 然后我就 就完成我的计划了 我的祖先都会说 你光众要主了 你成功了 很多人就是这样 有些基督徒就是觉得 我必须要结婚的 不一定要结婚 因为我的家人要我结婚 所以我必须要结婚 他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这样 但如果我们看到 人的计划 跟神的计划的 比较 天怎样告过地 照样我的意念 怎样告过你的意念 我的道路怎样告过你的道路 很多人就是不相信 不相信神的道路这么美好 但我们在神的美好里面 我们就会说真的美好 真的美好 但有些人 侍奉神也不去在神的这个道路 因为他们是永远的方法 所以他们是 哎哟哟哟 哎哟哟哟哟 他们侍奉神是这样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哎哟哟哟哟 这是很辛苦的侍奉神 但我们是可以 任何时间都喜乐平安 就是如果有一天来家堂 只有一个人 来我见到这个人 这个人见到我 我们讨论圣经 他也会被提升 他也会充满喜乐的回家 这样的话 我们希望就挣扎 不要紧 就是人少也不要紧 我们也有力量 这个就是人看这个 起义 他以为自己起义最好 但其实是更多困难 很多追求世界上的事情 其实都很多 受很多苦 有些人就是要结婚 随意的找到对象 然后后来就受苦了 或者是用人的方法 戏风的时候就很有问题 我认识一个传导人 他给人很大的压力 他自己也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都是说 周围的木须传导都做得不好 他很希望每个人都做得好 他自己也有很大的压力 我要这样会怎样增长 但他会没有这样增长 他很有压力 他就需要吃精神药 的确有传导人需要吃精神药 后来他有一年需要休息 后来再回来 西风还是很大的压力 他自己有压力 他给人的压力 到他后来 最后的连岁都是 因为吃很多精神药 所以都很软弱 很软弱的状态 离世的 不代表是灵命 这是身体方面 这个就是他的情绪影响 他的压力影响他的情绪 情绪影响他的健康 他是很努力西风神 他也有很有恩赐的这个人 我说这个 但他不是用神的方法 他造化这个世界 世界的方法 是要比其他人更好 所以他有这种压力 就这个方法的时候 他不是进入神最美好的旨意 他是进入他自己 施奉的旨意 所以有这种压力 这个是一个反面的历史 好的 神的恩典是什么 神的属性是什么 你们想一想 神的属性是什么 有些需要想象一下的 例如 你的母亲怎样对你 你需要想象一下 以前你的母亲怎样对你的 你需要细想 神的作为 我们也需要细想的 你们有没有想到 我让你考虑一下 细想一下 神的属性有什么 他的本性 有什么本性 圣洁 慈爱 圣洁 是的 良善 非常好 怜悯 完全 怜悯 非常好 圣洁 圣洁 都是对 全都是对 其实每一个经文都可以讲到很多 非常好 讲到的时候 当然我们要看哪一方面 我们用更多时间形容 这个照顾你 选择哪一方面 我看到有另外一个神的属性 这是他有这个计划的能力 他的计划是最好的 他的计划是最适合你的 最适合每个人 因为他知道你的本性 你最擅长是什么 他就为你预备独圣建教的计划 你进入这个计划 你就变得越来越美善 整个生命就更美好 越来越 是 是 耶稣 是不是 奇 奇耶稣 是 像耶稣 像耶稣 像是 是不是 像是 像是什么 像是 没有像的 像是 还是像 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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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越来越像耶稣 叫我们就 你就发觉 哇 有一天去到天堂 神说 我给你这个完美的计划 已经很接近了 哇 你会很开心了 是不是 因为他预备的计划就美好 你觉得 是不是因为你不是牧师 所以不能进入这个计划呢 是不是只能是牧师才能进入 不是的 每个都可以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现在告诉自己 我可以进入这个极度奇妙完美的计划 进入这个极度奇妙完美的计划 可以进入的 没有人拦住我 没有人能够拦住我 其实有些小 谁拦住你了 可能是你周围的人 为什么 他会觉得你不能做到的 你不要用他的功夫 做不到的 这个属性 神的美丽 这个计划的完美 是圣洁的 是善良的 是完全的 很重要 是 这个 他有这个能力 计划 是最 适合我们 当你进入这个计划 整个生命就变得很美丽 他有这个计划的能力 好了 他的恩典是什么呢 他的恩典 随意说 让你们操练 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操练的话 你会觉得 回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太难了 经文都看到很多的 神怎样帮助我们呢 看到很多的 很清楚的 操练很有意思 你也可以说的 他们说的 想到慢一些 你可以快一点 想到 这时候操练讲这段话 这个恩典 里面有什么恩典 现在是什么恩典 神喜悦是恩典 是的 他喜悦你进入这个计划 还有什么 神叫我们心力更新 一半是律法 一半是恩典 是的 他叫我们 那我们尽量形容出来 让人明白 这是 本来 我们的心意 是跟从世界的 很多被人影响的 被世界影响的 神就会感动我们 这个感动是一次 还是多次 多次的改变 不同 不停的改变 不停的 在我们的里面改造 感动我们去悔改 有爱心 饶恕人 怜悯人 有智慧 学习 饶恕 是不是一次的 很多次 饶恕人 是不是 无数次 有智慧 建立智慧 是不是一次 还是 永远的 不停的进步 神就去帮助我们 不停的带领 改变我们的心意 而且是他感动 我们每个动作 都是神感动我们做的 感动我们这样 身体献上 神也喜悦 神就开心了 太长了 神也喜悦 神也喜悦 就会给你鼓励 提升我们 然后他帮助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改变我们的心意 所以所有的动作 都有神的恩典在里面 没有神的改变 人能够献上圣命吗 不能的 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所有我们 尊重神的地方 都有神的作为 必定有神的作为 然后神就已经预备好了 这个计划已经预备好了 就好像这个言习 末语 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神这个计划 已经预备好了 等我们去拿 你拿就是你的 这个是神很大的恩典 然后他就帮助你 进入这个计划 这好像 我们是这个小孩子 不愿意走啊 他躺在地上 耶稣说 开醒他 起来起来 他说很累啊 不愿意啊 醒来了醒来了 去看看 要无需怎样 为人祷告呢 没有反应 他就说 一次两次三次 好了 慢慢一步一步来 是不是很多次啊 感谢神 神也对我很多次 因为 他有这个很好的力气 所以我用这个力气 这是神 感谢神 我想到就感动 是不是很多次神感动我们 对 但是我们的心很硬 是的 所以这个过程 真的 被神心意改变 然后能够进入这个计划 甚至一步一步的进入 真的非常的奇妙 奇妙无比 哈利路亚 好的 警告 提醒 当人 不 这是追求世界 有些人说 等我退休 我就随风神了 其实退休的时候 身体已经不是这么好 记忆力已经不是这么好 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一遍做工 好像如果是在世界上有做工的 可以一遍做工 一遍有亲戚神啊 思想圣经的话语啊 背诵圣经的话语啊 传福音啊 都可以这样做 就不停的建立生命 整个生命就变成喜悦 而且在做工的时候 也可以有机会去影响周围人 当人看到我们正有爱心 他们都会被吸引的 但很多人没有这样想 他们就 这个警告 就是进入自己的计划 进入自己的计划 其实很多是浪费的 人浪费的精力多不多 人在婚姻里面浪费多少精力 在婚姻里面 婚姻里面 婚姻里面 婚姻 婚姻 你是说婚姻 婚姻 婚姻 结婚 婚姻 婚姻 婚姻里面 有没有 人在婚姻里面 有没有 通常有没有浪费精力 他也浪费 为什么要浪费呢 因为吵架 结婚不是浪费 如果爱主的话 两个人就同心合一 侍奉全建立灵命 是因为吵架 所以浪费时间 因为吵架影响内心 影响女神的关系 影响兮奉 每一方面都影响 那你想一想 有些兮奉 但夫妻关系不好 有没有的 有 有啊 因为 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夫妻两个人 很难同心的 我以前在一个 教堂兮奉 这个主任牧师 我去了这个地方 上个月 他就对我说 你想不想做 主任牧师 他说 我做得很不开心 很困难 他说 每一次我讲道完 我的老婆就对我说 啊 你讲道啊 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啊 啊 觉得很辛苦 他的太太 不懂得去支持他 只需批评 他以为批评 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他也可能自己 就是没有这个 从神来的聚会 从神来的恩典 所以讲道 也没有力量 这样的话 这个婚姻就 令他更没有力量 所以他没有动力 继续做这个主任牧师 啊 其实如果你想一想 啊 我再分享一下啊 我帮助很多 非洲的牧师 他们有几次问的问题 他说 如果我的太太 常常吵架 怎么办 我回应他的问题 但我会说 为什么你的太太 常常吵架 他们觉得 去他的太太 太啰嗦了 我会问他们 你觉得你有没有责任 因为有些时候 牧师觉得 我建立教会 不关心我的太太 不聆听我的太太 就是吩咐他 他好像吩咐教友一样 你是我的教友 你要做什么 你要悔改 你要祷告 你要做什么 很多牧师 我曾经认识一个传导人 他说 啊 因为他的气息 有几次找我 他说 他的丈夫对他 完全不聆听他 不关心他 我就劝导这个传导人 我说 圣经说的 爱气息 好像地主爱教会 也许关心你的气息 这样的话 你的婚姻就更好 但他说 他重点是什么呢 气息要顺服 他看中这个道理 气息要顺服 但他没有看中 爱气息 好像地主爱教会 他好像只看到一个诫命 气息要顺服丈夫 这样后来他就离婚 而且他说 是神感动我离婚的 当我想离婚 我的心里很平安 哎呀 我听到 我觉得很有问题 这么远离真理 我告诉他 这个 神不会感动你 做一件圣经 吩咐我们不要做的事情的 所以这个就是人的愚蠢 就是说 他不明白圣经 也许被 婚姻的问题 影响 他的生命中 被破坏 这个非常可惜 所以 我就说 很多人浪费时间 因为犯罪 吵架 入气 不能处理生命 就浪费很多时间 不能进入这个计划 这个就是后悔性 这个 这是他愿意 但愿意的过程的时候 走得很辛苦 没有力量 没有恩典 所以都是很辛苦 很辛苦的 生命就越来越辛苦 就不能接触果子 这个就是警告 那我们反思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轻松喜乐的 还是老古代 中代的西风神 老古当中的人 可以来到这里 耶稣这里 就可以得安息了 所以用神的方法 神是游和谦卑的 用神的方法 负耶稣的恶 学耶稣的让识 很重要 有些人是负耶稣的恶 但没有学耶稣的让识 耶稣的让识是什么呢 完全倚靠天父 相信天父 完全保守 所有神的羊 神所拣选的 神都保守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神所拣选的 是会信耶稣到底的 因为有些以为 神所拣选是 信耶稣一次 就一次 一气得救 永远得救 他们以为 拣选是一气得救人 但其实 神拣选是会信耶稣到底 但有些人说 那是不是我不能肯定 去得救 我说不是 你说我永远要跟从神 永远依靠神 神帮助我 神就必定保守你到底的 你看中神 神必定保守你到底 耶稣是相信 没有人能从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 神必定保守他们 所以他很轻松的 很放心的 神必定保守 彼得跌倒 神会保守 神会提升他 他相信 所以他很轻松的 他知道神的能力 他自己也在 这个运行他的能力 必定成就神的计划 这个是学习 耶稣的让识 这样的话 我们的恶是是容易的 但只是清神的 好了 如何 如何进入这个计划 首先 储蓄 垃圾 很多垃圾是什么呢 觉得 神的计划 是最 复照 复照 是没有兴趣的 我们就可以告诉他 或者是告诉自己 其实你进入神的计划 你的喜乐 满足 远超过你去旅行的 满足的 远超过你去个大餐 都满足的 你去了大餐 还要再吃 你去旅行 然后你还要回家 但你在神的里面 你每一天都享受神 每一天都在神的爱里面 每一天都有神的动力 看到人改变 你就充满满足 你就心灵满足 因为你有果散 我们就放上这种 轻看神的旨意 很多人是轻看神的 提醒的 神的带领的 我想问你一下 神感动你 做宝石的事情 你抗拒圣灵多少次 去两三次吗 圣灵感动你 是两三次 你不顺服吗 我告诉你 我自己很多次 我觉得每个基督徒 都很多次 为什么很多次 我们不顺服 圣灵的感动呢 第一 我们可能觉得不愿意 这是最基本 不愿意 不愿意 付出代价 我不愿意 辛苦 我不愿意 不觉得是最好的道路 所以不愿意 但很多不觉得是 这个是很有破坏性的 圣灵的感动 很有破坏性 如果我们在古代 皇帝 杀一个旨意给你 他们说什么 当这个皇帝 这旨意来的时候 这个皇的旨意 跪下什么 我不忘记了 这些话 在有些影片里面 会出现的 旨意道 旨意道 这个王的旨意道 当时人都必定顺服的 很看重的 当我们受到 神的旨意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种 尊重的心呢 哇 这是神奇妙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最美好的 神现在感动我啊 要帮助这个人 我帮助这个人 神就派掌了 神就很喜悦 神就赏欺我 我就进入更高一层的 旨意了 我们可以这样想的 进入神的完美的旨意 是经过很多千万次 进步 每个进步从哪里来呢 就是每次圣灵感动你 你顺服 就进入 高一层的层次了 所以你现在 你顺服神 神啊 我要 发掘你的恩典 找出你的恩典 活在你的恩典中 渲染你的恩典 你就进步了 这是神感动你的 我顺服 我正宠 我愿意 祝福 我愿意饶树 这是很多小步 我们进步是很多小步 很多小步 就进入这个计划 所以我们就放下这个 错误的想法 以为顺服神 是 护照的 是没有兴趣的 是不重要的 我们需要明白 每次抗拒神 就好像 神现在 我用一个比喻 你会明白一些的 神现在手里 拿着 很多钱 很多钱 这里不多钱 送给你 你说不要 每一个神的恩典 都是很多的恩典 很多财富 很多 不一定去 金钱 但是 祝福 神给你钱 你要不要 要 但是很多 就是不要 每一次 我们圣服神 都带来更多的祝福 所以每一次 你抗拒 就是抗拒祝福 不要祝福 但我们明白 每一个 圣服 就是 领受祝福 领受 王的 旨意 下来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就放下 这些 对神的旨意的 负面的感觉 负面的看法 也放下这个 对神的感动 轻看这个 神的感动 我们就说 神感动真好 所以每一次 神说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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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又感动我了 哈利路亚 今天 神感动我了 神感动我去 要学 我马上去 要学 能不能够这样 兴奋呢 就好像 纳维说 有人对我说 我要去 一会儿的店 我就欢喜了 今天 神给我 旨意了 这个旨意 就是祝福我了 可不可以这样看 神的感动呢 你这样看的话 你每一次 我告诉你 这是刚刚 神给我的持续 我就是感谢神 每一次我讲到 一边讲 一边就有新的意念 我从来以前 没有想过 感谢神 感谢神 哈利路亚 感谢神 神真美好 但我们流以 圣灵的感动 这是刚刚 神给我的意念 每一次 就去祝福 每一次 接受这个意念 就是好消息 我们就 唤醒喜乐 哈哈哈哈 神今天给我 深的感 深的感动 哈哈哈哈 我们也可以 做见证 感谢神 神感动我 今天做什么 我就深重 我就去领受 神的心的祝福 我们就可以 这些也可以 做见证的 告诉人 神今天给我 深的带领 感谢神 哈哈哈哈 找一些 我为老师 派露 他的见证 因为他 看到耶稣 两次 对他的 安慰 说我 从来都是 与你同在 我从来都没有 离开你 全世界都在 我的 掌上 是不是 我觉得我跟他们讲 会清楚 可以吗 你要走过这里 是这样子的 这句简单 这句话就可以了 这几句话 我几分钟就讲了 春节的时候 遇到一件超级难过的事情 非常的震动 全家人都 颤抖 害怕 包括我在那里 然后呢 我们当的时候呢 大家都非常的恐惧 然后就祷告 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起祷告 我上帝 你赶快出现 你不出现 我就麻烦了 我们都顶不住了 也不知道 好像看不到未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一下祷告的时候 真的看到神的显现 然后看到神的手伸出来 我是一首遮天的神 这是第一句话 然后第二句话 就是说 黑暗是一魔鬼 在我的脚下 然后第三句话 就是说 你在我的翅膀影响 还有句话 你在演戏 就是这是一场戏 你是主角 就这个意思啊 对吧 这是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所有的人 一下子就平安了 就不担心了 然后当初有个小说 哇 耶稣是一首遮天的神 太好了 然后当时我们就开始 没有恐惧感了 就平安了 这是那一次 但是我一直经常 有什么时候说 有什么问题 我就会问 主你在吗 比如说你在哪里 比如说我在一个 非常不安全的地方 就我看着有点恐怖的 我神哪里在吗 一直没有声音 包括我租这个房子 我装饰这个房子 我搬来搬去 我主没在这种门吗 然后我搞了房间 我主你会在这里吗 我一直问都没有声音的 我也不知道在不在 反正就这样做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 我很在乎神的存在 然后昨天 叶牧师的那个 在这里不是敬拜吗 十点多钟吗 我就说上帝啊 你在这里吗 我还在问 我说我特别想遇见你 心里面这样想 他嘴巴不说出来 后来昨天呢 我就看到神 真的在这里显现了 他也伸手对着我 那个脸是笑容的 怎么说呢 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说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哇我太感动了 第二句话就说 我的眼睛一直看着你 然后呢 第三句话就是说 我忘了我写在本子上 有三句话 你看 然后就 就是我 我发现第三句话 你激动了 就讲不出来了 第三句话就是什么呢 想起来 第三句话就是说 就是我一直都会在供应里 是会力量充满 反正我记得这四个字比较清楚 你看我昨天从早上 一直忙到晚上两点钟 然后我才睡了几个小时 我一直被充满 我不困的 我甚至午休都睡不着 很精神 所以我的看见那种是真实的 这种情况 很久没有意见了 这昨天中午就意见了 然后第一次就是春节的 大概是大年初三 到现在 然后第二次 因为我经常在问 我都不知道问了多少遍了 但是没有回应 所以我经常问神 我就感觉我是不是对着空气说话 我很在乎神同在 所以昨天这三句话出来 我就很释放了 因为我经常看见夜幕室在这里 我看到夜幕室是发生内心的喜乐的 我说主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发生这种喜乐 我喜乐不起来 我感觉我的笑脸都不真实的 就好像很勉强的 因为有太多的压力 昨天主给我这样说话的时候 我什么压力都没有了 我觉得我现在笑脸就是真的了 好像我就跟新生人一样 就是这种情况 感谢神 我听了这三个话 我睡觉着我在想 你从来没离开我 就是说你一直在跟我在一块 我就很喜乐了 什么恐惧感都没有了 什么压力也没有了 所以我现在笑脸是很开心的那种 大言我还搭不到夜幕室的那种 清飘飘的 感谢神 但是我已经有脸挑了 感谢主 好了 我们就继续讲这个 如何 感谢主 你的经历非常奇妙 非常奇妙 感谢神 这个就是神的肯定 神的感动 每一个感动都是很宝贵的 就是放下这个意念 以为神的感动不重要 然后 亲近神的时候 其实怎样肯定神的同在呢 这个回应你呢 每一次有平安 轻松 喜乐 就是说神同在 每一次你亲近神感受更强烈的同在 就是神同在 神祝福 也说 神在带领我 打个手 很多手会有带领 你们带领 尽管有些手也会有这个 带领的 有些手会带领 这个手 神想我们悔改 可能神感动你 神想我们现在就尾声 传福音 尾声帮助这个人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带领 我们在 信心神的时候 就领受神给我们这个计划 可能说神 将这个计划给我们 我们有些时候没有留意 但如果我们安静的话 就能够留意了 然后第三 实际上怎样进入这个计划呢 首先就是真的说 我整个生命是献上给你 我知道你的积蓄最好 你留意我讲 如何是我们做的 但我都是常常讲恩典 神已经有计划 这个是恩典 神已经计划了 最美好的 而且是常常在这个计划 一天一天的带给我们 一天一天的感动 这一天一天的感动 突然这个一天 刚刚给我的 神给我的 他这个计划是怎样传给我们的 就是每一天的感动 他传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然后传第二步 第三步 不停地传 医生 无数的数目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的意念 就是这些很多很多的感动 架起来 就是帮助我们进入神的计划 如果每一天感动 你马上顺服 你就很快进入这个计划 高度的计划了 这个是实际的方法 实际的方法 这是让神做共 是神做共 神的恩典 他在带领 每一天 他感动我 就是他将这个计划 献给你 我用一个比喻 你可能会明白一些 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工作 你在一个公司工作 这个老板 我今天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你去做 第二天 给你另外一个任务 你去做 第三天 第三个任务 神就去每一天 每一天给我这个感动 这个感动就是他的 举意 每一天传给我们 但我们很多时候 近看这个 这个传给我们的意念 他的感动 是极度宝贵的 我们就顺服这些 就能够进入这个计划 而且很重要 是刻意进入 我去刻意训练自己 任何地方提升 我都提升 任何地方可以做 我就做 我愿意去做 付出代价去做 不怕困难 不怕经济的困难 不怕人的拦阻 然后怎样做得更好 怎样进步 怎样 就是有危险 我也不怕 不怕逼迫 这样的话 我们就进入高度的情况 也去处理里面所有的垃圾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力量了 神祝福我们 你想进入这个计划吗 神有没有将他的 神有没有将这个计划 每天传给你 有没有 有没有领受过这些提醒 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 有没有 你每天领受的话 说 神啊 福人在这里 我顺服你 哈利路呀 哈哈 哈哈